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中贸易的签约 可是等着等着 时间表一直出不来 川普只是一直说 快好了 快签了 那你一直讲快签 时间表出不来 市场等着等着 热度会慢慢消退 所以你看最近这几天 欧美股市都是小涨小涨小涨 都没有那种激情在大涨出现 昨天 我跟大家讲过 热度在消退了 礼拜二只涨55点的道琼 昨天也是只有42点而已 你知道今天收盘以后 美股收盘以后 川普终于正式签了 香港人权法案 终于签了香港人权法案 其实不签也不行 因为你如果不签的话 12月3号还是会正式生效 那到时候让它自动生效 川普就更难看了 川普一签法案之后 美国股市电子盘就急杀了 跌了94点 跌94点 0.3%其实也不多 可是把今天雅股热度全部都交袭掉了 但雅股今天也没有跌很多 平均大概跌0.3% 大家在等美国的表态 美国股市自己的表态是如何 可是今天看不到了啦 因为今天感恩节 美国休市一天 电子盘是跌给你看 还不是很多 那会不会因为 川普签这个法案 踩到中国的痛角 因为中国一直把香港问题 看得很重要 这是内政问题 它不容许其他国家来干预 所以川普签这个法案之后 会不会让未来美中签约的问题 出现变数 这很重要哦 包含接下来12月15号 时间表一到之后 川普会不会再加税 变成最大的两个变数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 一开低其实就代表弱势了 懂什么 因为你看昨天 昨天台北股市是开高的 昨天台北股市是拉尾盘的 昨天台北股市是拉尾盘的 昨天拉尾盘 一般来说 不管大盘或个股都一样 拉尾盘收高 那个气势应该会延续到 隔天的早盘 所以大盘跟个股都同样 你买盘太盘的 隔天都会开盘盘 今天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一开低代表这个盘 已经是弱势了 一度跌42点 尾盘又出现急杀 变成跌30点 我给大家看过嘛 如果外资有在坐驾的话 都是拉尾盘的嘛 对不对 外资有坐驾都是拉尾盘的嘛 今天尾盘是急杀 可见的今天外资 并没有很明显的坐驾动作出来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跌0.4% 日本跌0.1% 香港香港是跌了60点 上证0.4% 深圳0.2% 今天全部都是下跌的 幅度大概没有很大 幅度没有很大 我最近教你们关盘的重点 五个 第一个新台币有没有贬值 今天新台币涨了0.1角 所以资金没有外逃的问题 外资有没有继续买还是转为卖超 今天外资还小买14亿 所以外资还没有退 台子期进多单 外资台子期进多单 11月已经少了2万口了 因为这个代表 外资在高风险部位的动作 原本已经少2万口 今天少了5484口 所以今天虽然外资还小买 可是台子期进多单 一天减5千几口这是很多 这是很多 可见外资在高风险部位的部分 它还是持续撤退 代表外资的风险意识 其实是有的 所以你不要大意 你不要大意 那紧接着台积电的部分 是观察的指标 台积电 我们来看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是涨了4块钱 对不对 昨天台积电涨了4块钱 占指数涨了35点 外资买了886张 我们知道有说到 太少了 台积电股本那么大 买800多张 怎么够呢 尤其台积电 之前五天卖了3万2000张 你昨天才买个800张 太久 所以今天台积电拉不上去 也是正常的 台积电售盘跌了1.5元 今天外资买台积电 买了3485张 比昨天多 昨天是买800张而已 昨天只买800张 那今天买了3400张 稍微多了点 可是以台积电的数量来说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还要再加强 第五个就是鸿海 鸿海已经买了70万张了 你们继续买 昨天礼拜三 鸿海涨了7毛钱 外资买4569张 数量有慢慢在减少当中 两月下已经买了72万张了 今天鸿海跌了8毛钱 外资还是继续买 今天买3871张 你看鸿海买的量一直在缩 一直在缩 一直在缩 其实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你看前阵子外资在买鸿海 动不动就4万张 3万张 现在降到剩下3000多张而已 你从这五点下去看 随时注意这五点 每天都注意这五点 整个大盘的方向 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会看得很清楚 台积电部分我跟大家谈过 台积电指标已经出现背离了 尤其大波段的MACD指标 这很准的 这个在预告大波段的方向 还满准的 这很准 指标在很高的地方 已经形成死亡交叉了 所以台积电不能再出现一根中黑棒 如果台积电出现一根中黑棒的话 那几乎就会成定数喔 几乎就会成定数喔 你还要注意 我跟大家谈过 台积电如果下跌的话 所当其冲就是这支 因为今年业绩四年来最差 它是完全靠台积电撑上来的 你看贪2块到够2块钱 太贵了啦 所以到时候台积电如果一跌的话 这扑起来很快喔 你看说完之后 礼拜一开高三低 对200倍来购的台积2600 昨天又大跌9块半 今天创意还是跌了1块半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 两次高档套牢出现了 现在最后的平台261 如果再跌破的话 会扑下去喔 贪2块6 高档200几块太2破了 现在指标开口是向下的 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危险 最后261要注意 今天创意还是跌26.7 267 261要注意喔 不可以扑就扑下去了喔 另外一间精彩 精彩也是贝离出现了 指标一波比一波高 指标一波比一波低 价格比较高 这是贝离 一般贝离就是反转的讯号 所以接下来只要63元一破 整个套牢形成之后 也是会扑下去 前三季才随意两平而已 价格差70几块 太贵了啦 像这种业绩很不够好 甚至很差 完全靠母公司撑上来的 这个叫什么 这叫靠霸足啊 我们平常要讲靠霸足啊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不够 你为了靠霸 到时候当靠不住的时候 会很惨啊 会很惨啊 像这种股票 你都要小心啊 昨天大跌 今天还是继续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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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两只股票以外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也是业绩很差 股价很高的 所以指数很高 美中贸易 会不会生变 大家都很关心 很担心 担心 关心没有用 你要有实际的做法 多空战斗营 这是最好的方式 买底部GIO股 下跌有限 会赚大钱 空高档GX股 尤其太老已经出现的 用空担来保护担担嘛 用空担来保护担担 你就不用怕嘛 你就不用担心指数了吧 对不对 你看利基 已经抵到这样啊 30% 前两天涨 我跟大家讲过 反弹 不要去唱 等一下反弹完之后 如果再跌怎么办 你看今天利基又大跌了啊 讲到要跌停板起 本来就是炒过高嘛 才赚两块钱而已 仗差了两百多块 你何苦去买这种股票 对不对 今天又破底了 今天又破底了 好吗 纯172了 现在是172了 现在纯172了 是不是又破底下去了 这也是啊 网龙今天也大跌了6.7% 前三季才九毛钱而已 勾给人做到九十块去 涨到九十块钱去 前三季才九毛钱而已 股价涨到九十块 太多了 你看前一波 已经大套牢了 有没有 已经两次大套牢套在上面 你这次上来 又没有足够对等量去解套 要怎么解开 一定装下来嘛 像这种五毛钱 都可以扣的啊 中股票拉上来都可以扣啊 对 扣字帽 扣落下来 四年来最差 扣这种都最安全的啦 前三季都亏四块钱 这黑白扣落下来 对 这个前三季一块六 去年是六点四 今年可能只有两块多而已 那两块多股价八十几 太贵啦 这都不用怕要扣 高档都套牢 随时都会抬着的 扣这支也是啊 前三季三块 九年来最差 高档套牢也出现了 一百三三扣 这随时都会扣下去 你看今天剩128 对今天跌了2.6% 所以你跟我空中股票你不用怕 空高档的击差股 空高档的击差股 多空双向平衡操作 用空单来保护多单 这样做就对了 你就不用怕它 你就不用看 你就不用担心大盘 或者美中贸易的问题 家经我也是跟大家讲过啦 赚一毛股价这么高 你不扣下去了 只要感觉担起来都是空 你看根本连弹都弹不起来 根本连弹都弹不起来 担就担不起来 担就担不起来 那你要做多 OK啊 也不是不行啊 随时有在跌的股票 随时有在涨的股票 你买底部的股票嘛 买底部的GIO股嘛 买底部的GIO股嘛 买底部的GIO股 就可以赚钱嘛 不要去对贡就好了嘛 不要去对共识股就好了嘛 你看昨天群创 是不是大气啊 外资礼拜一大买六万张 昨天又大买六万两千张 连外资都在买底部的股票啊 连外资 他都有风险意识 涨高的不碰 买底部的 那你是不是要跟着一起做 那跟林辰彦池提醒你的 要买底部要买底部 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外资的做法 跟我说的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但群创我是比较没 我比较没幸福啦 因为了解的公司 我比较没幸福 投机的亏损的我一概不碰 我只买业绩好的在底部的 这是我的原则 我不会违背我的原则 我只买业绩好的在底部的 就像华谷一样嘛 财报发布前我就跟你预告了 今年获利约创历史新高 你看从那边开始涨 我就开始讲了嘛 你们有买吗 你们每天看我节目 你们有买吗 有买 随便买随便赚啊 有买就有赚啊 每天讲 涨到让你看得见 10张就15万啊 今天华谷是跌 跌就跌有什么关系 本来行情就是涨涨跌跌嘛 对不对 哪有天天涨不跌的 有涨有跌 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外资 礼拜三昨天外资买480张 连买11天呢 间谍外资继续买274张 连买第12天 连买第12天 但我也跟大家讲过 华谷这一步已经跌高了 指标偏高了 你不要去堆 指标高 他拉回修正是正常 但他再说 等下来再买 华谷长线 大写来月 我不知道 可能性很高 但不会一次到 会分个两波三波 无所谓嘛 我们就来来回回走嘛 对不对 我们就来来回回走嘛 所以像我这样子 只买底部GIO股 不买投机股 不买GX股 一支一支慢慢做 三十八五十八都贪得对啊 都很轻松啊 跟里面一起 买底部GIO股 空高档GX股 多空战斗营 观众有付电话 这段广告 稍后马上回来 华信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神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操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你可以加入我的Lite 当我的好友 搜寻ID 小老鼠PRO-888 PRO-888 加入好友之后 我有把握的时候 早上强方出级单元 我会提供给你尝试股 来帮你赚钱 那我如果没有把握 不强迫 不过 股票监督就是这样 有把握在出手 没有把握 我们多看没关系 搜寻小老鼠 PRO-888 PRO-888 南山人寿 财报发布之后 我就预告论泰权 起码18块以上 我都是在财报要不发布进行 高级要不去进行 我就讲了 我不会每次掌停板才在叫 或者掌了一大段 再叫或者去跳火坑 我不会那种事情 我不会做那种事情 我都是在第一步要不去就开始讲了 从还没涨 讲到让你看到大涨 有买的吗 有买有赚啦 有买有赚啦 有买有贪啦 一年要探22块 那是这种价值 对不对 现在本益比连五倍都没有 那这种股票 你要叫它删到嘴巴去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这波涨上来之后指标高了 你要让它修正嘛 最近在修正指标 你有没有发现到 粘线多空的分界线 在修正过程中 粘线一直守住 我昨天跟大家讲 随时的扑出去喔 今天好可惜啊 今天早上一度涨到七八点三 一度涨到七八点三 就差那一步 差一步 打不出去 没关系啦 好事多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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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笔才四倍多不到五倍 尤其 尤其 净值一百三就够 现在才七十几块而已 这个后面要炒作的空间 还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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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泰拳 全部都是底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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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之前违影对三百说的 现在五百几块 尼克森 三十块说的 三十块没的 五起来五六十块 我党党都是买底部的 我不会去追高 你们参与看我节目你们知道 你看三百里的底部说的啊 对它没起 讲得开始起 讲得大起 讲得大涨 对 涨高了 指标要修正难免 最近在修正指标 外资买了一万多张 我跟大家讲过 外资的成本在二十八到二十九 所以它没太轻啦 不会让它跌很 不会让它跌升啦 然后可能让它跌破成本 对不对 所以最近指标已经整理快结束了 到时候省大只要二十九又站上去 二十九又站上去 就又开始起了 净值三十六点二 现在二十八块多 那从二十八点多涨到净值 要三十块呢 要三十块呢 你对我做这种股票是不是很安全 安全安心可以赚大钱 你何苦担心大盘的部分呢 对不对 你担心大盘的话 那多空战斗营 用空单来保护多单 也是很好的策略啊 对也很好的策略啊 齐帮这两天就很好玩喔 你看到礼拜一的时候 我礼拜跟大家讲 齐帮要喷出去了 拥来要喷出去了 结果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早上七点 外资竟然出报告 齐帮目标砍到五十六 目标砍到五十六 昨天那份报告 让很多人吓了一跳 一大早就会员赖给我 啊老师外资把齐帮目标砍到五十六 尤其是没有 我说不要听他那么多 不要相信他们 为什么不要相信他们 因为外资自己在大买齐帮 摩根大通在大买齐帮 然后摩根大通 大买把他继续拉近 摩根大通调降齐帮的目标 结果自己在大买 大家在大买 26号自己大买齐帮 然后27号 再降齐帮的平等 然后让股价开低 让散户去砍低 一砍低之后外资又大买 昨天外资买了两千三百五十二张 开上街 收上关 这样看有没有 你还要看外资的报告吗 他在你海海市 我没骗你的啦 你听林何彦的 我才会帮你啦 你看我节目 我帮你赚钱 我让你赚钱 我们才有共同的目的嘛 对不对 我们才会创造双赢嘛 外资 他有责任帮你赚钱吗 外资他只是要赚自己的钱而已嘛 那外资要赚谁的钱 就赚散户的钱嘛 不然他赚谁的钱呢 那你还要听他的话吗 那最简单的道理嘛 今天齐帮要继续涨 外资出了报告之后 2期2天 外资2天 外资2天 你要信他的吗 今天收在63.5 你仔细看喔 年限正好压着 今天已经站上年限了 前一波63.4 成交量13000张 这次大量17000张 价格是在62.3 前一波的高点65.3 当时只有一万零六百张 现在都两万张了 这已经吃开了 这个两万张也在预告 这里解开没有问题了 因为一万张这是两万张 所以从这两万张也跟你预告 吃要够了 明天债 63.5一够就要穿了 今年获利创历史新高耶 你自己想清楚 外资持股有48% 股票买到一半都在外资的手中 他怎么会砍自己的股票嘛 他怎么会真的降自己的股票目标嘛 听到没有 现在股票一半都在外资手里面 他怎么做 这支也要挠 两天里面连线守住 两天里面也会叮咚 还有好几档我没有时间讲 跟我一样 买底部GEO股 空高档基地擦股 空单来保护多单 多空战斗营 我们到这里来探紧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消息 转换